吃美食竟然买下一栋房 高雄一家海產店 因为房东不租要卖房 原本租约到五月底就要结束营业 结果有熟客得知后 担心以后再也吃不到了 直接把整栋透天错 以总价1850万元买下来 再租给海产店 让店家可以继续的经营 事情PO上网之后 网友也直说 有钱就是忍性 下锅一炒香气扑鼻 老字号海产店真材实料 不少人从小吃到大 本来要结束营业 没想到剧情大逆转 他就说我们两个还那么年轻 不要说没有做 我们就说好了好了 不然你就跟他瞧看看 瞧可以的话我就继续做 就瞧通了 原来有人这几天晚上经过海产店 看到还在营业好奇一问 老板说因为房东不租打算卖房 原本租约是到五月底 没想到有位熟客怕以后吃不到 买下整栋透天错 直接变房东租给他们继续营业 事情一po网有人说 有钱人的生活就是朴实无华 有人开玩笑不要小看吃货决心 还有人惊呼有钱就是任性 他是跟我差不多30年的住坪 是很幸运啊贵人啊 现在他就是租你大概多少钱 4万啊 买下房子的是店家30几年 85岁邻居彼此交情很好 霸气出手买下的这栋透天错两层楼 屋林将近60年地坪29坪左右 总价1850万 换算下来单坪大约63万 以今年度高雄行情来说价格偏低 实价登录在巷子里面 大部分成交的透天的价格 单坪土地都已经拉高到 70到80万左右 所以他算起来一坪63万多 算不贵 花费千万87买房 只为了延续记忆中的美味 难怪让一票网友佩服堪称最狂首客 记得科程号高雄采访报道